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下巴西总统访华 其实巴西总统访华不是什么特别事 他到了上海 而且将会和来自基础设施 技术和汽车行业等等的商业 团体代表会面 并且会 参观华为 在上海的创新中心 咦,但是呢 原来 美国媒体就说 劳拉 如果访问华为的话 就会激怒美国的 对此 巴西外长就 当然代表劳拉发言 他就说 他的外长叫做维埃拉 他在新闻简报会上就说 巴西希望和所有人保持良好 而密切的关系 访问华为 不是挑衅来的 但是你知道华为 一早就被西方 猛地压制 现在都 觉得挺辛苦的 劳拉 因为南美洲搭去 中国 挺辛苦的 我妈以前 往返中国和秘鲁之间 整天搭20多30个小时的飞机 劳拉也是经过了28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就是到了上海 正式开启 访华之旅 他在 中国期间的首场活动 就是 出席 巴西前总统 罗塞夫担任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行长的就职典礼 罗塞夫更加早到 这位是女总统 就是27日到了上海 并且 在新开发银行总部里身 之后 劳拉 就会 跟 工商界代表见面 其中 跟比亚迪 和华为的见面 已经列入了 这个议程 他同时都会参观华为在 上海的创新中心 比亚迪 在巴西有几间厂 其实 巴西的媒体就认为 中国和巴西希望直至 这次的访问 深化在各个 领域的合作 提上议程的 更可能 是包括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化 以及扩大 中国 对巴西基建的投资 以及推动比亚迪 收购 巴西 巴伊亚州的 潜伏格汽车厂等等的项目 当然 现在西方就很紧张 因为 担心劳拉会签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我 我相信如果 如果卢拉真的签了 有排也是被西方罵的 另外 巴西飞机製造商 巴西航空公司 可能会签署一项向中国一家 航空公司出售20架 商用飞机的协议 其实在 在卢拉访华之際 中国工商银行 巴西有限公司 在近日 成功扮理首筆 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 巴西环球电视 亦说 贸易商方不再使用美金作为中间货币 将进一步扩大 中国和巴西的 双边贸易往来 2022年 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额 已经是达到创纪录的1500页美金 但是 劳拉访华的日程 就令到美媒特别关注一样东西 就是刚才说的华为 彭博就说 以及其他的 几个美国媒体也说 由于 美国一再声称华为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所以劳拉 参观这个华为的创新中心的举动 就等于 变相是 打脸拜登 所以会激怒美国 不然 巴西外交部 就不理他 有得美国生气 巴西外交部也说 参观华为也不是什么挑衅行为 是一家企业 既然总统访问其他国家 他就会访问这个国家的企业 劳拉总统是收到华为的邀请 他们公司 在 巴西已经经营了20多年 劳拉参观华为 是发出一个信息 这就令到西方很生气 巴西不会在美国 这家 中国科技公司的斗争当中站队 因为他 希望因为我们说过门逻主义 希望 南美洲国家 就等于美国的后花园 现在他不站队 而且 他是一个 美洲大国 巴西也是过亿人口 这次访华 中国外交部发言汪文斌也说 劳拉总统 健康恢复没多久 立即率领大型代表团 到中国进行各事访问 充分体现了 中巴两个国家 对这次访问和发展 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方愿意 与巴方一起 以这次访问作为契机 推动两个国家 各自领域 互利友好的合作提升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攀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注入更多正能量 当然刚才我们说 他 最重要是 见一件乡理 其中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罗塞夫 罗塞夫 当然意气风法 因为 可以见到现任总统 而且劳拉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一站 就是去上海见他 就是这个新开发银行的总部 跟他一起 还有参议院的议仗 多位联邦部长和州长 等等的政要和大商家 劳拉 但是他也见证了新开发银行对 实践使命的宗旨 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建设承诺 劳拉 在向新开发银行全体员工讲话当中 就说新开发银行 诞生于金砖国家合作关系伙伴的共同愿景 即是 建立一个 贫困减少不平等程度降低 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罗塞夫就是这个 银行的新任行长 他就赞罗塞夫凭借他 他极具丰富的经验 还有公共政策和国际格局方面的 软健 卓息增强 新开发银行的领导力 塑造一个更好 没有贫穷和 没有饥饿的世界 但是这件事应该是 任重而导远 没有饥饿 饥饿也是有段 去做的大事业 罗塞夫也强调 新开发银行 支持巴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并且指出劳拉总统 来 中国访问 亦是增强新开发银行和巴西 合作 具有意义的一步 作为巴西前总统他就说 他就知道多边开发银行 特别是新开发银行 在满足成员各经济 社会发展和 环境需求方面的重要性 担任新开发银行行长 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极佳机会能够为金砖国家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以及他的祖国巴西做出更多贡献 在访问中国期间 罗塞还会和新开发银行的高层 讨论 在巴西进一步开展 投资项目 涉及的有可再生能源 和其他的清洁能源 现代交通 基建和城市交通 还有水和卫生 设施等等的领域 双方还会加强合作 包括 在进一步支持巴西 是 減缓气候变化 的影响 和推动绿色金融等等的努力 今次的访问也都彰显了新开发银行在推动 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 体现了新开发银行和巴西 日益深化的伙伴关系 未来 新开发银行将会在持续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增长方面 持续向巴西等等在内的 成员国提供支持 新开发银行 致力于为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的基建 还有可持续发展项目 是 动员资源 作为 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补充 促进全球经济 增长和发展 2011年新开发银行就启动了 扩大 成员的 行为 接纳了孟加拉 埃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还有乌拉圭是作为新的成员国 但是这件事 其实他们亦都害怕 因为担心 你知道 这个 世界银行其实就是 西方背景比较浓厚一些 现在有一个新的 银行出来 其实西方亦都很担心 会代替到 小银行的作用 你说会不会这么快代替 那我就觉得不会的 但是 也是那句 有机会是从量变到质变 你永远都不知道 是吧 那 当然 现在劳拉 他去华为为什么不行 我真的觉得 你们这么霸道 是吧 你这么霸道 人家去 一间公司都不给 你要知道 中国是巴西最大贸易伙伴 亦是 劳拉在全球地缘政治重新建立影响力的关键 当然中国亦都将巴西视为他们的战略和经济计划 的关键所在 其实巴西政府 亦都说过劳拉这次访华之旅的主要目的是重启 和中国的贸易关系 中国在2009年 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买得最多的是什么 巴西大豆 铁矿石 石油等等的大宗商品 巴西仍是中国在拉美最大的投资接受 主要集中在 电网和石油生产等等的领域 我们看看 上年 中国就进口了 897亿的 巴西商品 特别是大豆和 矿石 并且向中国 出口接近607亿美金 劳拉担任 总统的两届任期内 巴西对华的贸易额 迅速增长 在他第二任的最后一年 即是2010年 巴西对华的出口达到307亿美金 给他上任之初2003年增加了582% 所以为什么他这么重视呢 是不是 进口 亦是 256亿美金 比他刚刚上任时 增加了10亿倍 当然 其实美国有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巴中商业交易 现在是以巴西的货币雷亚尔和人民币进行直接操作 而再不通过美金 劳拉 是巴西新政府重建国际关系的 一项努力就是访华 劳拉最近也访问了邻居阿根廷 阿根廷和巴西有可能是搞个联合货币 但我不看好的 因为阿根廷的披索 跌成这样 当然你说以后不用披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 因为不够稳定 这个阿根廷 还有是访问过乌拉圭和美国 并且是参加 总统奏职典礼的欧洲领导人会面 这次访华是劳拉第三任期内首次出访 西半球以外国家 2023年原来是巴西和中国 建立贸易关系50周年 劳拉这次访问 预计将会和中国签成20多项的双边协议 其中一项就是製造CBERS6 这个就是巴西和中国共同製造的一系列卫星第六粒 新模型在技术上有所改进 即使在阴天也能够 有效监测亚马逊 御林等等的生物群 一间巴西公司刚才也说过 亦可能卖出20架商用飞机给中国 这次是一个相当大的代表团 有240人其中 40个是高层人士 另外 还有一个就是 俄乌战争的事宜 劳拉亦希望 恢复巴西在国际地缘政治上的地位 预计它将会对 如何调解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 向习近平提出建议 他们将会谈论这个俄乌战争 当然 巴西亦说劳拉总统希望推动和谈 结束俄乌战争 劳拉访华 回到巴西之后 会创建一批调解国家集团 劳拉当然 曾经做了8年的巴西总统 他熱衷于 将南美洲最大国家定位为中间人 做一个中间角色 不站边 他的外交 其实 去年是受到打击的 因为他就说 乌克兰总统扎列斯基和俄罗斯总统 普京对这场战争同样要负责 受到重大的批评 等于现在的马哈龙 因为不说台湾也受到重大批评 这些政治不正确呢 所以看到西媒有多可怕 说到你很坏 他还是拒绝加入西方的 行列 是不向乌克兰提供军备 以及 也没有向俄罗斯制裁 上星期劳拉就说 普京不能够保留乌克兰的土地 但是他也坚持认为 扎尔斯基不能够 什么都想要 即是站在中间 巴西政府似乎 是 很赞成中国 12月底提出的12点和平倡议 劳拉也说 这些都是和平的基本条件 他认为北京的建议非常积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就和 访华的 马哈龙 即是法国总统发表联合声明 令到大家都罵马哈龙 其实我觉得他是没错 今时今日我都支持马哈龙在中国说的 这份联合声明就承诺 双方支持一切在国际 法 和 是 联合国宪章宗旨 还有原则基础上恢复乌克兰和平的努力 法国亦是 为数不多希望中国 调解的西方国家 当然是因为政治正确 你找中国他们觉得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要调解 不可以调解 当然莫斯科 也不是有什么好的回应 莫斯科拒绝任何的政治 解决冲突的办法 当然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劳拉 现在在一个微微的时刻访问中国 因为巴西在欧战争上 都站在中间 其实很多人说巴西希望和中国一起做一个中间调解人 左翼的劳拉拒绝加入西方 对俄罗斯制裁 巴西领导人 是努力避免视为 是偏袒任何一方 当然巴西是未加入 一带一路窗疫 我们看看究竟会不会呢 暂时 我们未有最新消息 当然 我相信 大家都会 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 之前有记者就问 中巴是否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外交部发言汪文斌 没有明显表态 他就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完全公开 透明的合作窗疫 中方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 为促进各国 国家的 共同发展作出努力 2022年 其实阿根廷是有签的 阿根廷是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量解备忘录 如果巴西加入的话 意味着一带一路窗疫 将它覆盖南美洲大部分国家 当然巴西之所以没有签 有人就 说是因为 南美洲大多数国家政府已经加入了中国的全球 基础 设施发展计划 这样 令到大型发展中国家 即是 巴西加入 可能 就会 分拨了和中国的 即是他们觉得其他国家 加入了 我又加入 就自己少了些注意力 当然 每个国家都是为自己的 地益着想 这个也是现实 这个也很正常 这个也很正常 反正 我觉得 只要是 公平公正就可以了 另外 亦有印度的记者 问 郭文斌 就说巴西总统努拉在访问中国期间 考虑到巴西已经是金砖国家的活跃成员 中巴是否会 对金砖合作的 未来发展会进行讨论呢 汪文斌也说 之前我们已经发布了努拉总统的访华讯息 也介绍了这次 访华成果的期待 即是有什么期望值 关于努拉总统访华的具体情况 中方会及时发布消息 请大家保持关注 中国在金砖 合作问题上 立场是一致的 中国愿意 与相关的国家一齐 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不断推进金砖合作 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 促进和平 国家之间的 这个团结 是 作出积极贡献的 亦都希望增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合作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访问一下 华为不用那么生气 拜登是吧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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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